現在變成皇帝 所以說的話就是 很討厭 江澤民上台後 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國家建設的重點 1989年轉來上海 以上海為龍頭 輻射江蘇至江兩三分 包括其他 山東等等方面 1989年開始 整個中國經濟正式 騰輝其實是這二十年 這二十年 發展得非常快 浦東對面來說更加 一年一個樣子 三年大變樣子 發展得非常快 你說的話 所以現在的 營養平衡帶動全中國的 經濟騰輝 都是非常好 所以這個洪先生 對這邊 都非常有公平 但是來講 各位 李洪先生死了 另外一件事 我會再 到時大家 見到我再跟大家講 講到這個 江澤民上台之後 上海幫助 怎樣 知全身天 一朝天智 一朝晴智 一朝晨晨 就是有聽過上海幫助 所以那時候 要講一講哪個 車叉豐雲的兩個人 首先講一下 周正毅 現在沒有興趣聽 知不知道周正毅怎樣 起家 周正毅是1966年 初勢是上海的下角路頭 什麼叫下角路頭 香港是否都有分 我帶給我 我有個親戚 住淺水灣 有沒有錢 一般來說 都OK 我說我那時候 住半山區 那我如果跟你說 我有個親戚 住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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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個親戚 住深水埗 不過 不是絕對 萬事不是絕對 上海 以前那些 有沒有聽過 習北區 很窮的那些 那些許蚊強 沒發達的時候住那裡 許蚊強 不過許蚊強沒有這個人物 那你說的話 習北區 南市區 楊寶區 就是 這個 這個 出勢在哪裏呢 楊寶區 這個州正 美國窮 包括你們香港的 叫什麼 黃大仙附近 都是一般 以前 我會看黃大仙附近 都是那些工夫 那些 因為 我們這邊 你待會去到城王廟 你看 城王廟附近 都是那些 狗暗 破破辣辣 以前 現在當然有很多 擦載就起新樓